台南叫做全塘城市 所以它是焦糖 都是甜的 所以本来就是相容的 全塘市长北上来帮焦糖 陈嘉行辅选 战车扫街最后冲刺 清英系的台南市长黄伟哲 力挺英系参选人 同时间新潮流的立法院副院长蔡其昌 也帮子弟兵重申事 汶政最佳品牌 双北最长战略 大家如果觉得我可以帮得上忙 我都会尽力 如果是母鸡的话 我会努力的 初选一结束 我想我们还是会不分派系 大家互相都来帮忙 所以韦泽来 这个也都好事 那韦泽如果有空 也应该可以来帮贤卫加加油 如果太拘泥于派系 是选民买不买单 这个是值得讨论的 现在全民进党都是英系 都是小英的英派 因为这也是小英总统说的 所以我觉得我自己不是特定的派系 新系英系大咖出马 政国会也有林佳龙带头冲 友言会自从精神领袖林昆海离开后 战绩不佳 党部主委高雄赵天宁在新系强攻下放弃连任 新北何柏温正面对政国会余天挑战 恐难连任 高雄议员初选 四席新人上两席 台南推六位新人仅一人过关 友言会在南部大本营连吞败 双北下周初选成了派系生存之战 若双北议员初选搬回战局 友言会人士不可轻忽的一股力量 这次游戏博方峰参谎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